我先稍微介绍一下 在这边 先自我介绍一下 您进到这边来之后 右手边这里 因为觉得今天看起来 比较多新面孔 好 您看到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一个树文老师的学习网 您可以从这边点进来 就可以看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的部落格上其实 比较多就是会 除了就是一些免费的工具 翻转教学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会介绍一些 跟学习效率有关系的 所以大部分会介绍这样的东西 那么您除了看到这个之外呢 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的YouTube教学频道 点进来 那你会发现我们 我去外面的研习会 大部分都会像这样子 就是会把它整理好 比如说这个是高雄第一课大的 那点进去 您会看到我们上课录影的方法 会像这样子 会像这样有编号 有没有 那主题我也都把它标清楚 所以说如果你哪个地方 在我们研习的过程里面 哪个地方不是很了解的 你就可以直接点那个主题进去 就能够再看了 所以比较方便 那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现在 今天要讲的主题也有一些关系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Mox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摩克斯对岸称作什么 穆克 大陆称作穆克 那这个部分呢 它也是一个什么 用影片的方式来做教学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这种影片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边 影片的话原则上 我们会尽量在多少 5到15分钟以内 就是一段影片 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我们尽量把它浓缩在这个时间里面 因为呢 超过10分钟 开始有点不太想看 你如果是看影片没有问题 两个小时你也坐得住嘛 但是老师讲的 可没有那么精彩 所以说一个主题大部分我们会空在这个时间 所以你看 我有一个14分的 有没有 14分的 就是这个就是比较紧绷 有没有 比较接近的 所以会像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你回去要看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哪一个主题不知道就进去 还是你比较喜欢边看边找那一种 这样比较有趣 因为有些老师录影是整段的 不过这样其实 在整体学习上 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的 好OK 那这个事先给您介绍一下说 我这一边的 这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欢迎您如果有兴趣 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稍微看一看